大家好,這裡是原來是這樣子的頻道 還記得黃貝殼石壺嗎? 如果不記得的話,在下面有相關連結,你可以去看一下 那黃貝殼石壺呢,是一種產在東南亞的一種石壺 那去年我開的算還OK,不算是非常好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去年,可能是不夠能的關係吧 我覺得黃貝殼開的不是這麼的好 那其實黃貝殼石壺呢 它可以長得很粗壯,可以看這樣子 這才過幾個月而已 它的開花季大概在四月三月左右 那它到現在大概三個月的時間,它已經長了差不多有 50公分以上的長度了 我這個黃貝殼石壺沒辦法長到很長 這一個系列的黃貝殼石壺 這個我記得它是越南產的個體 那它的個體沒辦法長到非常的長 但它可以長得非常的粗壯 貝殼石壺有一個很大的特點 它可以長得非常的粗壯 貝殼石壺也是我最喜歡的石壺的之一 因為像這一顆也是貝殼 這一顆也是 這一顆也是 都是黃貝殼石壺 那黃貝殼石壺呢非常的好種子 只要給它一個很 上板的環境 它可以長得非常的粗壯 而且它好處是它在春天可以同時開花 開得非常的漂亮 還記得今年的國際攬展它有今年就有得獎 那 往年呢其實黃貝殼石壺在獎項上比較少看到 原因是因為 它的開花期比較晚 很奇怪 今年的開花期特別的早 那造成說 今年的國際攬展就有看到它的存在 非常的 那一顆開得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規整 那我這幾顆的黃貝殼 黃貝殼現在已經 長到快50公分長 我記得它可以長到將近快1公尺長 這一顆的個體 它已經非常的粗 那感覺就非常有那種粗壯的感覺 它的那個葉幅寬度大概 有一個手掌的寬大概有25公分 它唯一的缺點是它冬天的時候會掉葉 葉子全部會掉光光 越早掉葉它隔年會越早開花 所以其實在有些藍原 我知道他們會把葉子拔掉 讓它強迫性它掉葉 那掉葉的時候它在 隔年大概2、3月的時候就有可能會開花 這時候呢 他們的賣相就比較好 因為大部分的 黃貝大概都要4、5月才開花 那它因為它比較早掉葉 所以它比較早開花的狀況 它就比較好販售 那這個是一個 我看過有一些 店家所用的小技巧 那 這部 這一顆的黃貝殼15 它的品氣算是很不錯的 這顆是跟人家買一個小高雅 高雅那時候買很貴 那為什麼它很不錯呢 它的母豬個體開出來的花 非常的對稱 非常的規整 那基本上這一顆可以開到3分之2的花以上 也是非常的厲害 那 大部分的黃貝殼 只能開到一半左右 它沒辦法開到非常的長 那這一顆 這顆個體可以開到一半以上 非常非常的厲害 但是它現在目前也只有三顆芽 所以它還是長得非常的慢 不像這個 這個已經多芽型的植柱 你看它這個 為什麼不撿老芽 有沒有看到它現在的老芽 是 那個BOBO的感覺 就是那個水分被抽乾 或者是有點那種 枯黃的感覺 其實到冬天的時候 這個又會飽滿起來 它會把養分抽去給新芽 去做 做 成長使用 那 你這個老芽留了越多的時候 是它對新芽的成長 是對越有幫助 所以呢 我再建議 如果你們在這種黃貝殼 盡量不要把這種老芽剪掉 盡量保留下來 讓它 可以去做 新芽的成長 做使用 因為如果到時候 如果你把老芽剪掉 這種老芽的根 根莖剪掉以後呢 這個成長速度會變慢 而且會變慢很多 所以 在 管理上的話 我是比較建議是說 盡量不要剪這個 剪這個舊芽 以貝殼食物來講 那 你看它的肥料呢 其實我也是用固肥 它的根系會整個趴到板子上去 那 基本上貝殼食物非常的好種植 你只要給它一個良好的環境 它唯一的確認它比較容易得病 它比較容易得會爛掉的疾病 像有一顆之前我有一顆很尬的 很大的黃貝殼食物呢 所以盡量我建議它是要噴藥 我有一顆很大的黃貝殼食物 就是因為它整個爛光光 然後開始一直撿牙一直撿牙一直撿牙 撿到後來只剩一小小顆 像這一顆 只剩一小小顆 只剩這樣子 呃 只剩這樣子 好可憐喔 只剩四個牙 當年它有多大呢 當年它有五十幾個牙 基本上有五十個牙以上 那因為有一次得病 然後因為它之前都沒有噴藥 然後所以造成說 它就開始爛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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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爛到後來就只剩 只剩這樣子 沒辦法 好就只能這樣子 只能認了 那現在好險還有留下來 它是緬甸產的 黃貝殼 那這顆 但是這一顆的黃貝殼的開花性 不是很好 它 心情好的時候就開一兩朵 心情不好的時候就不太想開 OK 那今天所介紹的就是我的 產季的 石湖蘭 現在長的狀況 不知道你們現在的 氏蘭養的狀況如何呢 目前我這邊的狀況 已經長到快一公尺長了 大概有 看一下二十五公分 大概五十公分長不到一公尺長 那這一顆可以長一公尺長 所以還有 還有 大概 至少還有 它可以成長到 大概將近十十月 所以應該還有四個月的成長期 可以看一下它到時候可以長到多長 好 感謝你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跟分享我們 感謝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